这个月还有一个相当温馨的母亲节 南洋城乡美学基金会也协同日本One Day School来组织 今天特别前往罗东养护所带来母亲节的鹤立 安排日本散亮艺术团队来展现优美的精彩舞蹈还有歌声 让养护者的长者们都感受到母亲节欢乐的温暖 南洋城乡美学基金会协同日本One Day School组织 特别带领了一群日本朋友以及日本闪亮艺术团到罗东镇养护所 提前与养护所的长者欢度母亲节 也将关怀学子的心延伸到我们的长者们 谢谢 谢谢 主场主场谢谢 谢谢 那所以你今天日本的One Day School 现在专门团队的各变的各变的来到我们家 给我们分享 这个节目的中表演团队呢 它是在世界 几十公里都在表演 所以在这里的精彩 常常说如果拍到现在更大声的 待会说的继续表演 还好吗 很开心可以带着所有的大大大大的爱 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一起度过一个快乐的母亲节 那我们呢 会以最大的笑容 最深的感谢 和最大的感动 跟大家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时间 而日本闪亮艺术团也带来到地浓浓日本风味的歌舞演出 不仅有震撼的鼓声 还有悠扬嘹亮的歌声 让阿公阿嬷听的是如痴如醉 给予热烈的掌声 日本闪亮艺术团曾经连续五年受邀到夏威夷的巡回演出 是日本知名的舞团 透过音乐以及歌声传达母亲节最温暖的祝福 让养护所的长者们度过一个难忘的母亲节 一段新闻记者是世民猜谋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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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